大家好,我是Jason Hong,洪士安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從日本理化學研究所 Liken來的兩位Postdoc 一位是Tyra的創辦人Ted,張建源 另外一位是陳軒,他是徐成軒 張建源目前是在Center for Emergent Science 擔任博士後研究員 主要就是研究這些量子點跟光子的交互作用 陳軒是比較偏理論的 他的研究主要是物質的拓譜結構 Spin-Arbital Interaction和Latinger-Liquid的效應 在Nanostructure上面 我們今天就很榮幸邀請到他們來為我們演講 今天的講題是 看一下 不好意思 這個 為什麼我找不到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 Two Dimensional Electron Gas Two Deck 然後Electronic and Application 主要就是會希望我們的講者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二維電子器主要是一個怎麼樣的結構 然後呢 他還有 那樣的交給Ted 哦 好 大家聽得到我嗎 好 我剛剛忘了說 就是 呃現在觀眾 呃大部分都是 那個 被 就是消音的狀態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想要發問的話 就直接打開那個麥克風 就是 你螢幕的右邊 現在麥克風上應該都是畫一個斜線 就是代表說你就是mute的狀態 然後你就把那個打開就可以直接發言 呃 不然你也可以在那個 就是 右邊那個chat的地方 呃留下你的發言 那我也會就是適時的發問 好 好 開始了 好大家好我是Ted 那 那個 今天我要講的是 嗯 主要從 2-Deg 開始 那2-Deg 就是2-Dimensional Electron Gas 那 它是一個就是 嗯 利用 我們在主要研究是用半導體 長出這樣不同的heterostructure 的材料 那 再加上一些製成的方式 然後我們還可以做一些很有趣的實驗 那 呃 除了一些未來可以做的量子元件以外 那 晚一點的話 陳軒也會再講說 有些 呃 從2-Deg 慢慢發展到一些 呃 一維的材料 那 呃 我會先 主要先介紹一下2-Deg 的 怎麼形成的 那我們要講說 要怎麼長出 呃 電極然後產生出 quantum dot 在quantum dot 裡面可以trap就是 為單一個電子這樣子 那 我們要做的事情在 這個主要的實驗是用 呃 嗯 把光子的 polarization 方向然後 量出 它剛好可以 產生出單一個電子的自旋 向 或者自旋向 呃 那 另外一個它也可以把 你可以產生 entangle 的 那這方面是一個 可能20年以來的技術 那 它也可以用這樣產生 而產生一個 entangle的光子 跟entangle的 spin 這樣子 好 那 首先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today 那我們 為什麼要進入這個 不同維度的空間呢 那主要我們就是在想說 事實上我們習以為常的 日 3D的生活中 很習以為常的物理 在二維的時候呢 發生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那 這個就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這是一個達文西的話 那就是說 在二維的空間上 不太有可能會產生 會有一個動物在活在二維空間 那這像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像這隻狗 它就會被 因為它的消化道而分開 所以這個狗呢 就 這二維空間的狗呢 就是不太有可能在二維空間 存在 所以因為物在不同維度發生的物理呢 那個狀況不一樣 所以會產生不同的現象 那接下來我主要就會講說 那我們今天到底用怎樣的方法來 來去對它進行一些觀測呢 那我會產生 會先講 今天我們主要的主角 就是 2deck 是怎麼產生的 那 我們還會介紹一些很基本的 2deck的 基本的特性 那 像剛剛 Jason也問說 我們如果有不同的半導體材料 那哪一些東西是最 哪一些它的現象是我們最重要 來characterize這些材料的好或壞 那從2deck開始呢 接下來會進入 那我們接下來要怎麼用一些 比較容易的製程方法來控制電子 或者甚至單一個電子在這個材料上的生成 那接下來呢 就會想說 怎麼trap到單一個spin 那trap到單一個spin以後 它怎麼跟單一個光子產生一些物理 產生一些交互作用這樣子 怎麼不動呢 OK 好 那我現在在這邊圖上面 我秀的是三種不一樣的材料 那 左下角下面這個是Galuminum arsenide 跟Aluminum arsenide的材料 那 因為這兩種材料它的 它的Band structure不一樣 所以呢 在它的交界的地方呢 它就會產生 像一個小 左邊的是Band structure 那右邊呢 是它的 它怎麼堆 會堆疊起來的 那 在這邊它就是 它的Galumin arsenide的Band structure 比較低 比Aluminum arsenide低 所以呢 它在放在一起的時候 堆疊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產生這樣的一個 叫Quentin Whale的這個地方 那在Quentin Whale的中間呢 因為它的Fermine energy 就是它裡面電子的 佔據最高電子的這個電子的能階 它會剛好在可以調整 那可以剛好會在這一層方面 就是產生 讓它可以呆在Galumin arsenide的這一層 那如果我們在側面 這是一個從側面看的方向 那如果放在長起來的時候 它就是一整層的是電子 可以在這一個二維的空間中移動 自由移動 它的comfinement就只有在這個Z方向 這樣子 那同時這個材料呢 也有不同的 不同的材料也可以來做出類似的 2-deck 那 晚一點陳宣呢 會介紹這Indium arsenide 那 另外我們在我們實驗室 我們同時也有在進行的 就是Silicon 跟Silicon Germanium 這個 也是 同樣也是Heterostructure 那 在這個材料上 我們在大致上比較會去care 就是會比較去注意的是 它的哪一些特性 那 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會希望它的Mobility 基本上是越高越好 那Mobility 它也跟很多東西有關係 那就是當然就是 通常 通常的話 它mean free path就會很長 那scattering time就會很短 那還有就是在這個東西 我們會 我們會關心的就是 Phase Continuous Lamp 就是電子在裡面 呃 跑來跑去的時候呢 它 要 它有時候會跟 呃 其他的 裡面的其他原子發生一些 交互作用 但是我們希望這個交互作用是越少越好 那 所以 當然對不同的材料也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我們 呃最主要關心的就是Mobility Mem free path跟scattering time 那Mobility 因為在Galm Arsenite跟 Aluminium Galm Arsenite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成熟的技術 那現在它已經可以 涨到 就是 Tenth of Million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嗯 那在其他的 嗯 不同的材料上 當然它的 限制有比較多 那它的 每一層 它的中間的 它的 它的 impurity啊 跟它的 那個金格呢 就可能不是這麼match 所以它的 在這方面 它的mobility就會降低 那相對於它的 Mem free path跟scattering time 都會 更更更 更 比較沒有那麼好 這樣子 欸 不要 嘿 嘿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講說 怎麼樣我們從這個 Truedeck 然後慢慢來利用一些很成熟的 製程技術 來製造出一些特別的元件 那這一張圖看起來是非常老的 那的確這是大概1996年發的一篇 跟paper 它就是說用 N-Dope的golem arsenide 然後 不好意思喔 呃 跟 這樣 用類似的 類似的架構 所以讓它有golem arsenide alume 跟golem arsenide 跟golem arsenide 不同doping的 的這個 材料 那它可以 在上跟下施加電極 所以讓它在中間 在這邊有寫一個dot 那在它這邊然後成為一個 呃 在這篇文章講的說是2D的 artificial atom 那 因為它的電子只能在被confine在這一層上面 所以它的 我們一般想說我們的電子架構 我們以前也有學說那個S 啊 P軌域 D軌域這樣子 但是它的 那是在三維空間的 SPDL這樣子 但是在2D的時候它的 SPDL 它的orbital angular number 當然就是不一樣的 那 那 因為有這一個發現 然後2D artificial atom的發現 那 那 後來 咦 不好意思喔 OK 後來呢 大家就是用類似的這個概念 然後就製造出一個元素周期表 那這個就是 Pure the table for 2D artificial atoms 那 那裡面這些元素我覺得非常有趣的 就是 它是以 就是當初發明 呃 發現這個現象的人 然後來命名的 那其中 呃 我們的組就是Tarucha 就是在這個 呃 在這個元素表的在左上角這邊 那 那 裡面還有很多有名的人啊 像裡面這個是Kuvenhoven吧 那 所以現在就是 也是那個 Marianna Fermi的 研究人 人員之一 這樣子 那 除了 除了用H的方法 呃 來控制 來講出 不一樣的 這些元件以外 那 另外一個很 現在大家 比較 呃 比較 會常使用的方法 就是 在上面放電極 那 在上面放電極 例如像這個 也是大概1988年的時候 他們開始在這個2deck上面放出電極 那他們量到這個電流從左邊到右邊的 它是一個 左邊到右邊的conductance 它是一個quantized conductance 就是說 在 經過這個一維的channel的時候呢 它的 它的波函數的 就只是 只能被confine在這幾個方向 所以它的conductance 呢 conductance 是quantized的 那 這個就是一個 它 側面的圖 因為你 當你施加電壓在 下面的電極 你如果 增加 越負的電壓呢 它下面的這個channel 就會越來越窄 越來越窄 那 同時也控制它的 這個 那個 level的高低 這樣子 所以呢 呃 它就是 因為這樣子 產生 就是 就是 quantized conductance 不好意思喔 這有時候它 沒有在動 哦 對 quantized conductance 那 接下來就是要進入到 慢慢要進入到主題了 那 最近 大家常會討論的就是 在quantum computing這方面 那 如何用 quantum dot 或是 異維的 異維的 異維在異維的方向來做一些計算呢 那 這一個 這篇paper就是 呃 等一下 陳宣輝 他的老闆在1998年寫的 就是如何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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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quantum dot 來 來 產生 就是 來進行量子計算 那 基本上 它的概念是 當我們上面施電極 那施加 放電極 然後在電極施加電壓的時候呢 它下面就有一些 產生一些 呃 只能讓電子存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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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呃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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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呃 呃 Dilutional Fridge 那我們的元件放在在Dilutional Fridge上的一個晶片上面 那它的 真正的大小呢 就是大概在這個 大概是一公分乘一公分 那裡面呢 就是只要你在上面施加電極 然後就可以控制這個Quantum Dot的生成 那例如在SEM的圖 在這邊產生的Quantum Dot 就是會 產生在電極的confine在這邊 那它的大小大概是在100nm左右 那除了產生Double Quantum Dot以外 同樣的Device也可以產生Single Dot 就是在中間的上跟中間的下 它的電壓比較沒那麼大的時候 它整個就是可以說是一整個空間 是可以讓電子在中間的 那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量到它的 Ductance 那也是它也是像比較偏要是 水平的這樣一條一條線 平行的一條一條線 Transition Line這樣子 那當我們中間電壓慢慢增加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這個 也不太像六角形 但是有點像一個Honeycomb的 Structure 量出來的時候大概是這樣子 The Stability Diagram 好那接下來就是我會講一下我們的實驗主要是怎麼在進行的 那主要就是說光學的部分就是在這張圖的左半角 左半邊就是在產生Entangled Photon 那Entangled Photon就是基本上就是有兩個不同的Nonium Crystal 一個把它 頻率Double 那一個把它頻率在 在經過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Entangled Photon 那我們當我們接受一邊的Photon 然後來量出它的Polarization 然後另外一邊 我們就量出它的電子的Spin 然後在單一的電子是Spin up還是Spin down 那首先我們這是大概五年以前的Work 那是量出單一個產生單一電子的時候 它是跟這個 光子的自選方向是相關的 所以當你產生出 Circular Polarization 跟不同Circular Polarization 的時候 它有不同 產生不同的電子的Trace 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說 那我們怎麼利用 我們知道可以在 Iradiate光子在這Sample上面 可以產生單一的電子 那我們要怎麼進一步來 來量出這個電子的Spin的方向呢 好 那不好意思 這個中間沒有準備好 這個我們要講說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量的就是從Horizontal到Spin up 或者Vertical到Spin down 那這個東西呢就是要 我們要利用 利用 利用 產生的這個Electron 跟Horizontal 進行的方式就是用一個叫做 Spin to Charge Conversion 就是說 我希望我Spin量到的 Spin up 跟Spin down 它的現象不一樣 那怎麼發生這件事情就是在利用一個 現象叫做Poly Spin Blockade 那就是我們大家如果有人知道Poly Expulsion Principle 的時候就知道它的電子如果是兩邊都是在 Spin up或Spin down的方向 它就沒辦法從左邊移動到右邊這樣子 所以呢 這是我們基本進行的方式 所以在實驗進行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讓右邊的Quantum Dot有一個 有一個電子 所以就是像 像這個藍色星星在的地方 就是0跟1 那01就是代表它在不同Quantum Dot的Charge State 那在這邊的時候呢 它產生電子的時候 它就會 它在產生另外的電子的時候 它就會進入 11或是02這樣子 那如果呢 它產生的電子是相反方向的話 它就會產生就是 就是它的電子就是會左右跑 左右到在左右跑這樣子 那利用在綠色的這個 量綠色的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叫SET anyway 量綠色我們就可以量出它的電子 它是在左右跑來跑去 還是它是 像這個 DSB 就Poly Spin Blockade一樣 它是只有在 兩個電子都是在一個在左一個在右 沒有在沒有在左右這樣斷來動去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怎麼 怎麼形容 怎麼量測出就是 Single Spin的方向 那這張圖也是 就是像我剛剛 就是在描述我剛剛形容的現象 就是它如果是不同Spin的方向 它就是它的Trace就是會不一樣 那 我在之前也講過就是 如何我們產生Intangle的Fulton 這是一個非常比較成熟的技術 那就是因為攪動量守恒 所以進入的這個 光子呢 它會 變成兩個 兩個 它會 在這兩個圈圈上面 它會 因為攪動量守恒 所以它光子它的發散發下就是會在這兩個圈圈上面 那在它的兩個圈圈的Cross的這個地方呢 它就是你如果同時量這兩邊的 光子 它的 它的Intangle 它的Polarization就是一個Intangle的狀態 好 那所以 大家就是我們接下來就要從 量出來的光子 那它當然是首先我們要 要Confirm它是一個Intangle的狀態 那 接著這個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量 就是量單一的光子 接收到單一光子的時間 那這個光子的時間跟 我們剛說的這個 這個不同的Time Trace 它如果在同一個時間收到這兩個訊號的話 就代表我們是產生了一個 Intangle的Fulton 跟Intangle的Spin 這樣子 那這也是我們去年的實驗結果 就是 產生出 Intangle的Fulton 跟Intangle的Spin 那 最主要的時間大概就是 就是到這邊為止 那我來 稍微總結一下我目前已經講 就是 我稍微的介紹一下 2-DEC 就是2-D Electron Gat 是怎麼形成的 那從2-DEC的形成是怎麼 用一些製程的方式 形成單一的 當音的QuantumDot 跟DoubleQuantumDot 那這個方式 當然跟我們 平常你有時候聽到 QuantumDot 產生的方式不一樣的 像 有時候產生它是用 Self-Assemble QuantumDot 它是因為 金格的結構 讓它有一塊 產生一個 這個D-Fact 然後這個D-Fact 變成QuantumDot 那 相較於我們是 我們是利用 Predetermined的 這個電壓 的電極Electro 去施加不同電壓 而產生SingleDot QuantumDot 所以這些是 非常可以控制的事情 那 那接下來我還有 稍微講了一下 是怎麼 怎麼量測出 單一的 單一電子的自選方向 那我們也稍微講一下 是怎麼讓光子 是從不同的 偏正方向 變成 不同的電子的自選方向 那接下來最後就是 我們講的就是 怎麼用這個 Intangle的 產生Intangle Photon 那利用這個 Intangle Photon 產生出 不同的電子的自選方向 那也產生出 Intangle的 Proton跟Spin 配這樣子 好 那 以上大概就是 我今天的 內容 我們實驗室是在 理化學研究所的 創成 Functional System Research Group 那我們的 大 我們的主要的 Pi就是 Tarucha 青霧春茶 那還這邊是 這張族是 我們還有我們其他合作對象 裡面還有 陳宣啊 然後 陳宣跟 Lost的這一個組 那還有 Oiwa 就是在 Osaka University的組 還有我們的 Wafer 都是從 德國的這間 學校跟機構來提供的 好 以下就是我的 今天的內容 跟今天演講的內容 謝謝 好 謝謝 Tar的 精采的演講 那就是 各位觀眾有沒有什麼 問題想要問的 我們可以先在這裡 問一下 哦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先問一個 好了 那就是 你一開始有提到說 這個 Mobility 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 嗯 就是 Mobility 和這個 Phase Coherence Time 到底影響了 就是你做這個 Quantum Computing的 哪裡 就是為什麼會 這個 這些 Property 為什麼會是重要的 呃 主要 嗯 Fase Coherence Length 基本上就是 限制我們 做出這個 Quantum Dot的 大小 大概是 在哪裡 對 那 基本上 對於 Guardium Asana 來說 它是可以 它的Fase Coherence Length 跟它的 Mean Fleet Path 都是 可以到 幾十micron的 所以呢 我們這個 對於 繼承上的 要求呢 我們這些東西 大概都是在 一micron之下 對 那 當然我們看到 就是像 Silicon 它的 這兩個 都是 非常 就 小很多 大概小了 十倍左右 所以呢 對於 我們做 實驗 或者做 製程的人 它的製程的 條件 就是 當然就 更難嘛 因為你要 必須要 長在 Silicon 上 而且你要 長在 這個東西 必須 它的 它的 Quantum 大的大小 必須在 可能 至少 至少 在100 奈米 左右 或以下 這樣子 所以 就是 所謂 這個 你要 我們 所 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電子 控制在這個區域 然後 在這個區域 如果 在這個區域中 它還是可以 它動來動去 還是會產生一些現象的話 這當然就是一個不理想的 所以 基本上 它的 這兩個的 Mobility 跟 Mean Flip Path 跟 Face Cohuence Left 都是影響我們 原件製程大小大概是在哪一個量級左右 那當然就是有不同的困難度嘛 對吧 所以像 如果 這個 SEM圖 有出來 這個 一個DOT的大小大概是在 200到200 300 Nm 左右 這樣子 對吧 所以 這個 一個DOT大概是200以內 對吧 嗯 但是 但是 像 SEM可能就超級難做了 所以 就會比較困難 這樣 OK 但是 你 修的那個Guardian Arsenal 它的 Cohuence Lens有40個micron 所以其實你 做 就是 小於40個micron都可以嗎 還是 可能小於1micron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OK 那1micron已經就是 就 已經很容易做了 對不對 對對對 你基本上 Photolizography就做不出來 對啊 對啊 所以就是看你要用什麼 什麼的製程方法來做 了解 那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是很 Informal的 演講 所以可以盡量問一些問題 你好 請問聽得到我嗎 聽得到 欸 是另外一個TED嗎 我是仁吉 你好 嘿 嘿 hello hello 你好 欸 剛剛那個 演講 因為我有一個問題 想要請問一下 說 你那個做那個 entanglement 就是那個Photon 跟那個Eletron 的entanglement 你們有沒有知道說 它的coherence time 可以 pay less pay less 多久 就是他們 entangle之後 他們的這個 reaction time 會 是大概什麼older上面 大概是 對於電子來說 它是非常 非常小的 因為是 它是在 Godham Arsenal裡面 所以它是在 可能100nosecond之內 還行 還行 所以主要是 就是還是被電子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以飛行的這個 時間給限制 對 對 因為在 這是 基本上是 在Godham Arsenal裡面 它是有很多的 不同的 nucleus 那它 這些nucleus 它 它就會跟這個電子 產生作用 那我看一下 對 對啊 所以 它 它能夠的 的時間大概是幾百nosecond 這樣子 所以 在Godham Arsenal裡面是非常短的 但是在 Silicone Silicone現在都是到 mesecond 20幾 mesecond 都有 對啊 所以 所以 這也是跟 我也是 對啊 因為Silicone你可以純化 所以讓它的這些nucleus 都 都不會有 不會有 Silicone29 所以不會有一些nucleus 跟電子的交互作用 這樣子 OK 好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OK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請這個 呃 陳軒來 給下一個演講吧 哦 好 謝謝 呃 所以 呃 好 大家好 好 現在有看得到我的slide嗎 有 有 OK 好好 啊 謝謝主持人 Jason的介紹 然後 也謝謝Ted這次的邀約 那我接下來 呃 我的名字叫做 呃 徐承軒 那 我接下來要接著Ted的後面 繼續講這個2deck 的啊 電子學跟應用 那 我會主要著重在 啊 啊 將這個2deck 形成啊 啊 一圍的時候 也就是把它形成 wire 導線的情況 那 這是我今天演講的大綱 那我 因為我的研究裡面 主要會 focus在這個 spin orbital coupling 所以我一開始會先跟大家介紹 在 nano structure裡面的 spin orbital coupling 那 第二點我會 啊介紹說 為什麼我們會對有 很強的spin orbital coupling的wire 有興趣 那 最後呢我會跟大家分享我們最近的 啊 研究的成果 這是我們最近的啊 理論研究 就是 當你在你的nano wire 裡面有很強的spin orbital coupling 的話 那你的charge transport 你的電流 或啊電導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好 那啊 啊 時間 開始我們的簡介 那在nano structure裡面啊 通常我們會有inversion symmetry breaking 那這些 inversion symmetry breaking 就是相當於有一個電場 那電子在在這些經格裡面運動的時候 就是在它的靜止坐標系就會像是會有一個磁場 那這個磁場當然就會couple 跟它的spin couple 那在我們的啊 實驗的坐標系裡面看起來就像是 它的spin跟它的momentum會couple 所以 因為momentum跟它的orbital motion有關嘛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coupling叫做spin orbital coupling 那在nano structure裡面呢 主要有兩種 像 那第一點就是剛剛Ted介紹過的 啊 因為我們 要形成2-deck 我們會有一些heterostructure 所以在Z方向就相當於有一個電場 那這個電場就會跟spin orbital 就會造成這種spin orbital turn 然後我們會叫它rush bar turn 那 除了這種structure上的關係之外 還有就是通常我們的material是用三五足的半導體形成的 所以在它的crystal裡面呢 通常也會有inversion symmetry breaking 那這個inversion symmetry breaking 那這個inversion symmetry breaking 就會給出另一個像 然後我們會叫它rush bar turn 那 我這邊舉兩個例子 就是spin orbital coupling在nano structure裡面會有什麼樣的 effect 那 其中一個effect就是 就是如果當我們繼續把這個2-deck combine成一個dot 就是剛剛Ted最主要講到的其中一個應用 那通常我們fom一個compound dot之後 如果我們想要進一步的做一些spin qubits的實驗的話 通常我們會再加一個磁場 那我們就發現 如果你有磁場再加上這些spin orbital coupling的話 你會改變這個dot裡面的電子的g-factor 那g-factor在這邊有一定的重要程度是因為 它會影響zaemon splitting 那當然你就會影響整個dot electron的性質 所以我們在最近這邊我們group裡面有一個paper 就是在討論這樣的一個性質 那樣的一個效應 那第二個例子呢 跟今天我要講的主題比較有關的 就是如果你的2-deck 後來形成一個wire的話 那通常你的wire不會有 你的closation不會是0 所以你會有一些finite width 然後這就是所謂quasi1d 就是我說的quasi1d 那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發現 spin orbital coupling會形成一些bend distortion的性質 那我這邊會多介紹一點 那首先就是在實驗一般的情況下 我們會外加一些電廠 所以我接下來討論的這個狀況 這個實驗的狀況就是lush button會遠大於最受house turn 所以我接下來只看lush button 那在有quasi1d的情況下 我們知道 沿著wire的方向會有kinetic energy 所以就是這個turn 那在y方向我會有一些confinement 那我可以把這個部分的energy spectrum quantize 所以就相當於有這種energy splitting 所以這是我的subband的turn 那lush button的話會造成這兩個部分的mixing 那我剛剛說到lush bars being optical coupling 可以有這兩個turn 那第一個turn我們先看就是kx跟kx有關的turn 就是跟它的wire 沿著wire的momentum有關 所以這一項的話造成的效應就是 它在energy spectrum 會把上自選跟下自選的quadratic dispersion分開 所以會有這個shift 那如果我再加上lush bars being optical coupling的第二個turn的話 這個turn呢會在這個綠色的這個小圈圈裡面 會couple這兩種states 所以它會把不同的subband跟相反的spin coupling 那如果我把這幾個效應加起來的話 我會發現我的quantum wire 它的energy spectrum會被distort 這邊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有一個分泌energy在這裡的話 我們會發現這個branch A跟branch B 也就是紅色和藍色的energy spectrum 它的分泌velocity會不一樣 所以我把這個叫做band distortion 那這就是另外一個 lush bar spin of the coupling可以造成的效應 那還有一個是它有可能會mix上跟下自選 主要是因為有spin of the coupling 那你的spin就不再是好的quantum number 那我們這邊有就是做一些簡單的計算 然後左邊這邊是energy spectrum 然後如果我有chemical potential 假設我從chemical potential從下面慢慢tune到上面的話 在右邊的這個圖就相當於從左邊到右邊 然後我們這邊是計算這四個不同的state 他們的spin的那個exploitation value 然後我們會發現 因為有spin of the coupling的關係 所以spin會隨著這個chemical potential改變 那這是一個效應 然後第二個效應就是剛剛說的那個 因為這兩個energy band會有不同的速度 所以我們也可以計算它的速度 然後發現它跟這個chemical potential也有關係 那這邊是簡單介紹我們會有這幾種效應 那現在我想回過頭來回答一下 就是來問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對有spin orbital coupling的wire有感興趣呢 這個問題就相當於問說 為什麼spin orbital coupling的wire有很重要呢 是因為它可以吃嗎 如果你在Tarucha的group的話 你會發現他們有能力做到 就是把double nanowire做成一個蛋糕 那如果你跟他們的group是好朋友的話 你就可以吃到這個很美味的double nanowire蛋糕 但是可能除了可以吃之外 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 你有spin of the coupling的wire的話 你可以用它來實現Mayona bound states 那這是在最近的這個trop方面的物質 比較熱門還蠻熱門的一個topic 那接下來我先介紹一下 到底什麼是Mayorana bound states 那這是在已經超過80年前 Mayorana是一個義大利的物理學家 那他提出來說你的Dirac equation裡面 你可以有real solution 然後你的solution就是被叫做Mayorana fermions 那他們是他們自己的反物質 那之所以做condense matter 做solid state physics 我們會開始對它感興趣 是因為後來發現 Mayorana fermions可能沒辦法 或者說還沒有 我們可能還沒有辦法 他驗證說他們是elementary particle 但是他們也許可以在solid state physics裡面實現 然後是以quasi particle的方式實現 那尤其是在最近這十年來以後 這個orick跟dassama的paper 這兩篇paper很重要是 他告訴你說Mayorana fermions 你要實現它的話 你只需要一些還蠻容易做到的setup 就是用一些半導體的nanowire 你就有辦法實現Mayorana bound states 那因為這兩篇paper的出現 所以大家開始注意到 也許我們真的有辦法做出Mayorana bound states 那當然會讓Mayorana bound states很受到矚目 那另一個原因當然就是因為他們被認為 有可能可以提供一些topological quantum computation 所以你可能可以用它來做量子計算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大家對它感興趣的原因 那因為這樣的性質 然後你可能可以有 quantum computation 那大家會希望可以知道 那到底可不可以真的實現它 那這邊我來介紹一下最被人 最為人所知 或是大家比較認真研究的這個setup 就是用single wire 那就是剛剛說的 如果你有一個 你把電子compile成一圍 然後如果你這個material 有很強的spin of the coupling 那舉例來說就是你可以用 Indian arsenide或Indian antimony 那這幾個材料大家知道它的 Rushbar spin of the coupling很強 那如果你有這種材料 然後你再加上一些 然後你再加上一些 沿著這個wire的方向加一個磁場的話 那基本上你可以有這樣的效應 就是如果你有Rushbar spin of the coupling 那剛剛說到 你會有這個dispersion會被shift 那你再加一個磁場的話 就等於在zero momentum的地方 會打開一個semen gap 那如果你的chemical potential 又被fine tune到這個區域的話 你就會有helical mode 所以helical mode就是你的 往右邊跟往左邊的 的electron會有不同的spin 就剛好是office spin 所以叫它helical mode 那如果你在把這樣的wire 放在一個superconductor 就是超導體上面的話 你會發現你在zero momentum的這個點 你的真正的system gap 其實是有兩個parameter決定的 一個是pairing gap 一個是semen gap 那這就相當於你有兩個 gap opening的機制在競爭 那兩個gap都想要打開 但是他們打開的這個sign是相反的 所以你真正的system gap 是他們之間的差別 那這意思就是說呢 假設我現在把我的wire 放在超導上面 然後我等於我的pairing gap被fix 那如果我慢慢打開我的磁場 那首先這個system gap 這個整個energy spectrum的gap 會先縮小 然後到一定的點它會被close 然後在我如果繼續打開 我的磁場繼續加大的話 它會被reopen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發現會有一個topological phase transition 然後在這個右邊這個圖的這個區域呢 我們發現這個band只被inverse 因為這個band inversion 所以我們發現 在這個區域裡面 你可以實現my or not bound state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的 所需要的元素 聽起來還蠻簡單的 你只要有磁場 你只要有超導 然後你的wire 如果spin of the coupling夠強的話 好像這幾個要素放在一起 你就可以有wire bound state 所以就是因為聽起來還蠻方便做的 所以大家就投入蠻多的心血在研究這個setup 但是這個有一個難處 就是因為你需要磁場 那大家知道磁場通常會傾向破壞超導體 所以也就是說你的整個gap 其實通常會被這個磁場給影響 所以反過來說 也就是說你的mario bound state 通常是在這個gap的中間 那如果你的gap越小的話 它對它的保護就越來越弱 所以你會希望有新的setup 可以不用需要用到磁場 那這就讓大家 尤其是做理論研究的人會想說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有其他的機制 那剛剛有一直提到說 我們需要這個所謂的gap opening 來打開這個gap 然後來實現mario bound state 那如果我們反過頭來看 再加上pairing gap前 我的energy spectrum 其實可以 就相當於 我在energy spectrum裡面 有一個像是spin selected gap 就是你的上自旋跟下自旋 打開的gap的地方是不一樣的 在momentum space裡面是不一樣的 那有沒有可能我會有這種spin selected gap 那大家後來發現說 如果你有你的wire 如果感受到這種rotating magnetic field的話 你就可以實現這種spin selected gap 然後大家後來發現 那其實你在通常一維的情況下 你的conduction electron會有一種 所謂的rkky coupling 那這種rkky coupling 會剛好實現一種很特別的spin order 這個spin會自動產生這種旋轉式的這種ordering 那這個ordering剛好就可以用來實現 我們剛剛說的那種很特別的一種gap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有rkky的這種system的話 你就好像相當於自動有了一種spin of the coupling 所以也就是說 你有一種像是合成的spin of the coupling 那如果你把這樣子的系統放在超導上的話 那一樣你會有不同的competing mechanism 那一樣你可以有band inversion 然後一樣你可以實現m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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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那我們group的話前陣子也是有用類似的機制 然後我們發現 如果你用carbon-13就是碳-13 就是跟平常的碳-12不一樣的是 它會有nuclear spin 那如果用碳-13的nanotube 的話你會發現它會自動產生這種helix 那一樣如果你把這個nanotube放在超導體上面的話 你也可以实现MajoranaBoundState 那当然还有 也有可能有不同的Setup 然后像我们前阵子在做的 就是用HigherOderTI 那在这里面的话 是你的材料里面 会有这种所谓的GapelessHingeState 然后我们发现 如果你把SuperConnecter 放在这个Material上面的话 你可以实现两种不同的Pairing 那一种是所谓的NonLocalPairing 一种是LocalPairing 那一样 因为这两种不同的Pairing的竞争 所以你可以实现MajoranaBoundState 那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比较相关的就是所谓的DoubleNanowire的Setup 那这里的话就是你把 很强的Lush Bar SpinOperialCoplin的Nanowire 你放两条 好然后放在SuperConnecter上 那你的CoopersPair会有两种方式进到Nanowire 你可以进到同一个Nanowire 所以只叫LocalPairing 那你也可以进到不同的Nanowire 然后那理论上你会发现 如果你有这个NonLocalPairing 大于LocalPairing的话 你也可以实现MajoranaBoundState 所以这就让我们可以解释一下我们的动机 所以基本上我们想要知道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可以有一些SpinOperialCoplin的Nanowire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放在SuperConnecter上面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实现这个条件 也就是NonLocalPairing大于LocalPairing呢 那这边是另一篇理论的研究 就是说如果你的电子的交互作用够强的话 你是有可能实现这个情况的 原因是因为这边电子交互作用是库轮作用力嘛 所以如果你的库轮作用力很强的话 它会试着把你的SuperPair Split到不同的Wire里面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你的库轮交互作用力够强的话 你的NonLocalPairing就会大于LocalPairing 那在试着实现这些TopologicalState之前呢 我们希望知道 那怎么样我们可以得到够强的电子交互作用力 那通常这个所谓的有电子交互作用力的Wire呢 是用这个所谓的TomoNagaLatin-J-Liquid来描述的 那在描述它的这个Model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Parameter叫做GC 所以我们的重点是希望可以知道 到底我们的GC可以到多少 那我们现在先来复习一下 如果没有SpinOpitalCoupling的话 通常我们实验上要怎么来决定GC的值 那这边我简单的写下这个Hamiltonian 那没有SpinOpitalCoupling的话 这个所谓的TomoNagaLatin-J-Liquid 是长这个样子 会有一些BothonicField来描述这个LowEnergy的Physics 那最重要的是这个GNu Nu就是C或S 就是Charge或SpinSector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酷仑交互作用力 所以其实只有GC是我们最关心的 那GC如果是E的话 就代表没有酷仑交互作用力 那GC越小的话 代表酷仑交互作用力越强 所以我们希望知道GC在这个Material里 到底它的值是多少 那要怎么知道呢 通常大家可以就是文献上大家知道 就是如果你有Latin-J-Liquid的话 你的IV curve会长这样子 那这个IV curve 我们会说它有一个所谓的Universal Scaling的Behaviour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把两边都同时处于这个温度的PowerLow的话 你会发现右半边会指跟这个V除以T有关 这个V就是Bias Voltage 然后T就是Temperature 就是温度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画出这个图的话 你会发现所有的Bias跟所有Temperature的Data Point 全部都会集中在同一个线上 那这句叫做Universal Scaling 那因为这个Scaling跟这个Alpha有关 然后这个Alpha呢 又跟这个GC有关 所以如果你可以Fitting这个Data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底GC应该是多少 然后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导线里面 它的电子的交互作用有多强 那这边举一个例子 就是Tarucha他们的Group呢 在用Indian Arsene做Wire 那他们先拿到一个2Dag的Wafer 然后他们再继续把它Config成Wire 所以就是前面Ted的部分有稍微介绍过的 那如果你有这些Wire呢 他们再继续量这个IV Curve 所以是电流对那个Bias Voltage 然后你在不同的颜色呢 代表不同的温度 然后你发现Low Data是长这样 但是你可以把它Rescale 那Rescale之后呢 你会发现所有的Data Point 都会集中在这条线上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导线里面真的的确有 所谓的Tamonaga Latinge Liquid的现象 那你从这个Fitting 就可以得到这个Alpha 那他们有继续去Tune 不同的TopGate Voltage 也就是它可以去调整导线里面的Charge Density 你发现不同的Density 你得到的Raw Data是长这样 那你都可以去Fit 然后发现这个Universal Scaling的现象 都他们的Data做得非常漂亮 然后也就是说你可以 不但你知道这线里面有Universal Scaling 所以有Tamonaga Latinge Liquid 你还知道你可以 你可以去Tune这个Electron Electron Interaction的Strengths 那这边是给出他们Fit的Alpha的值 跟那个TopGate Voltage 所以第一个结论在这边就是 你可以有Tuneable的Electron Electron Interaction 那第二个就是你的Alpha最大的时候是大概在2.5的情况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 它转换成GEC那个值是多少呢 那最重要的在这边的问题是 因为我们知道Indian Arsenal的Spin-Oper-Coupling很强 那我们之前在文献上找到的都是 没有Spin-Oper-Coupling的Formula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 如果加上Spin-Oper-Coupling的话 这个Formula会被改变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 到底我们真正的GEC是多少 所以这边就带到我们这次的研究 那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就稍微介绍一下 那在Bostonization的话 我们前面Introduction有讲到 就是Neo-Band Distortion的这个现象 就是这个ΔV 所以它进到这个Bostonization的Hamiltonian的话 它其实会制造出新的Tune 然后这个新的Tune 一样是Quadratic 所以你还是可以Diagonalize它 然后你最后可以得到这个Full-Hamiltonian 那因为这个Full-Hamiltonian 还是可以被直接解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拿它来去算我们的电流或电导 然后我们会考虑两个极限 就是Impurity 也就是在这个导线里面会有不同的杂质 那这些杂质就会造成你的Electron会Bag-Skater 所以这样就会影响你的电流或电动 那我们考虑两个极限 一个是当这个Impurity很强 那如果它很强的话 就相当于你会有一个Tunnel Barrier 然后我们发现如果你的Tunnel Barrier 是在导线的末端跟导线的中间 你会有不同的Scaling Exponent 所以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发现你其实都还是可以导出类似的形式 就是这个I-V Curve 长得跟前面的没有Spin-Opital Coupling的Formula 其实是一样的形式 那唯一的差别是这个Alpha会被改变 那我们发现这个Alpha会跟你的杂质在哪个位置有关 然后也跟它的Spin-Opital Coupling造成的这个Band Distortion有关 然后这边是它的Formula 那我们把结果就Summarize在这个图里面 那在上面这个图呢 我先画的是整个Exponent 在没有Spin-Opital Coupling的情况下 它是长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电子交互周率越强 也就是GC接近0的话 你的Exponent会越来越大 那相反的如果GC是1 也就是没有电子交互周用力的话 你的Alpha会变成0 那下面这个Panel呢 我是画再加上Spin-Opital Coupling的话 它造成的影响 那我们发现它造成影响 在很强的电子交互周用力的情况 其实这个影响非常小 因为你跟本来的这个Exponent比起来 其实是非常小的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导线里面 有很强的电子交互周用力的话 你其实可以不用管Spin-Opital Coupling 强不强 因为它其实对Universal Scaling 其实是没有太大影响 那相反的区域的话 如果你的电子交互周用力很弱的话 那你的确会看到一些变化 那这边的变化我们发现是负的 也就是说你的Exponent会 看起来会比本来 没有Spin-Opital Coupling的情况下还要小 所以这几个特征告诉我们 当你的实验里量到你的Alpha 是还蛮大的值的话 你的确可以说 你的Electron-Electron Interction是很强的 这是我们主要的结论 那我们当然刚刚有说到 我们可以考虑不同的Limit 你的Impurity可以是很强的 就是刚刚得到结论 那你的Impurity也可以是很弱的 那很弱的话 我们就不是Town Barrier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考虑非常多很弱的Impurity 然后我们一样得到类似的Formula 那差别在于这个Exponent会不一样 那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把这个Exponent拿来画这个图 我们会发现跟刚刚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这个Exponent最多只会到1 也就是它会被局限在0跟1之间 所以刚刚我们说实验上看到的2.5是不可能用这个Week Impurity来解释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 rule out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实验上看到的这个Exponent是2.5的 是因为导线里面有一些很强的Impurity的关系 那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结论 所以我们这边做个总结 第一就是我们在Introduction里面说的就是 如果你有一个导线 有异尾的导线 然后你有很强的Spin-Optocoupling的话 你可以拿来实现一些托普学上的一些States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的研究指出 你还是可以用I-V Curve去量这个导线 然后从这边你就可以推测出 到底你导线里的电子交互作用力到底有多强 那我们的这个分析指出 这个实验上Indian Antony的那个I-V Curve的实验 可以让我们推导出GC大概是0.2 所以这代表导线里的Spin-Optocoupling Electron-Electron Intention是非常强的 那我们知道Indian Antony 它有很强的Spin-Optocoupling 那我们现在又知道 它可以实现很强的电子交互作用力 所以这两个要素加在一起的话 告诉我们Indian Antony可以用来实现Mayorana Bound State 然后你可以就可以不用需要用到磁场 你就可以实现Mayorana Bound State 那我现在这就是我的今天的演讲 那我现在先在这边暂停 那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那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了 就是对你讲到这个Alpha 它是这个Conductance的对Voltage GateVoltage吗 还是对SoulStreamVoltage的exponent吗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对 I-V Curve里面的这个V是BiasVoltage 对SoulStreamVoltage 那可以稍微解释 就是有没有比较容易直宽的想法 就是当Alpha等于0的时候 是代表说这是一条直线吗 Alpha等于0是什么意思 OK Alpha等于0的话 在这条在这个I-V Curve里面的话 是直线吗 对因为它没有Scaling 对 OK 那 这个好像还可以理解 就是说当没有Electron-Electron Interaction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 有点像是 其实如果你是 那个 Omic Contact 你应该就是会得到一个Omic Omic的Line 那就是当有Electron-Electron Interaction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Alpha是 Alpha增加的意思是什么 是说 当你的SoulStreamVoltage大的时候 你会得到更多的 更多的Current 当你Bias大的时候 你得到更多的Current 嗯 让我看看有没有 类似的Formula 可能这个没有 可以这样想 然后 Maybe 我可以用这个 所以我们要比较简单的物理图像 就是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 当你有Impurity在一个点的话 我们说这是Strong Impurity 然后它就相当于 你的Impurity很强 所以你的Conduction Channel被中断了 所以当你要有Current的话 你就必须通过这个Tunnel 0 所以你才会有Current 那这个Tunnel 0就相当于 你好像是在Probe 这Local Density of States 就是你的导线或者是你的Lead里面 会有Density of States 那当你有很强的交互作用力的话 Alpha越强的话 代表你的Density of States 会被suppress 因为你的Density of States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Epsilon的Alpha次方 它一样是一个PowerLow 然后这个Epsilon就是 Epsilon是什么 Epsilon就是那个Energy 所以你的Density of States 通常你会写成Low of Epsilon 所以你就相当于你在Fermin Energy的附近 你有多少Density of States 那如果是没有Interaction的话 这个Alpha是0 也就是它的Density of States 是Constant 因为它是E微 所以你就会有一些Density of States 让你可以Tunnel 0 可以这样想 那当你的电子交互动力越强 越来越强的话 Alpha会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你的Fermin Level附近的Density of States 会被suppress 因为Epsilon的Alpha次方 也就是说Epsilon越来越接近0 也就是越来越接近Fermin Energy的话 它会越来越小 OK 那因为这样的话 你要Tunnel进去这个Tunnel高大性 就是Liquid的话 你会越来越不可能 就是越来越难Tunnel进去 对 可以这样想 可以这样想 对对对 所以你需要更大的Voltage 才能产生一定的Current 是这样吗? 对对对 也可以这么说 那实验上是怎么样 我刚刚是看反 Ok OK ok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 就是 但是它需要比較大 當你voltage大的時候 你這個differential conductance也會增加 對還是會增加 okok 了解 所以differential conductance 我好像是寫在後面 讓我來直接 然後這裡這裡 對對對 oh ok 這個就是直接是alpha的定義嗎 okok 對對對 所以你的v越大的話 你的differential conductance也會越大 那當然你如果是linear response的region 你的voltage會比較小 那你的power load就是由溫度來決定 這樣 對對對 那大家還沒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沒有特別的問題的話 如果沒有特別的問題的話 之後我會把recording關掉 然後大家還是可以繼續在這個 在這個會議室裡面討論 那就是我們現在先把就是麥克風打開 然後呢給這個講者一個熱烈的掌聲 謝謝他們今天帶給我們精彩的演講 大家準備好了嗎 請把你的那個麥克風打開喔 這樣子講者才聽得到 好 好 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來這邊聽演講 也謝謝那個講者給我們精彩的演講 那那個我就先把那個錄影關掉囉 傻子